患者X,21天前,他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 接下来,我会用5分钟的时间向你讲出新冠病毒侵入人体后,21天里身体发生的变化 这场免疫系统对垒新冠病毒的战争,从患者X不小心侵入病毒的那一刻开始 病毒从鼻黏膜长区植入,用表面凸起的小黄罐与肺部细胞表面的AC12蛋白结合 成功进入患者X的细胞,在进入的同时脱去胞膜,释放病毒RNA 这个只有3万个剪辑的小小片段,会毫无节制地侵占细胞内部的生产线 让细胞帮助自己复制,并抑制细胞原有的基因表达 当越来越多的子带病毒被生产出来,宿主细胞也就完成了使命 病毒会毫不留情地抛弃它,去寻找下一个健康的细胞,继续感染和复制 这个过程中,患者X并没有感到明显的不适 还在跟朋友聚会,吃着火锅,唱着歌,畅谈未来的理想和报复 病毒大面积屠杀肺部的先亡细胞 让它们无法再拦截花粉和病毒等外部侵略者 慢慢地,患者X呼吸道开始充斥杂物和液体 肺部开始发炎 大量的先亡细胞在死亡前,用最后一丝力气向免疫系统发出炎症信号 就是我们常说的细胞因子 免疫细胞快速做出反应,并根据细胞因子精确定位病毒 开始反攻,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X开始发热,咳嗽 它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吃了些抗生素和缓解症状的药 然而这些药除了让它困倦外,辅助治疗的作用并不大 一切还是要依靠免疫细胞 但免疫细胞节节败退 他们开始意识到,这次的病毒可能没那么简单 免疫细胞大军开始集结兵力 源源不断地建立肺部支援,杀死大量病毒 但健康的组织也在战争中被误伤 肺部开始出现蜂窝状的穿孔,损伤加重 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强 血管开始流血,血液深入肺泡 X出现呼吸困难,并且持续高烧骨腿 终于强撑着身体来到医院挂上了急诊 他拍了一张肺部CT 照片上显示肺部开始出现云雾状磨砂玻璃一样的病罩 医生说这叫磨玻璃瘾,是新冠肺炎患者常见的病理特征 住院没多久,他开始出现呼吸衰竭的症状 病毒看了眼前疮百孔的肺,觉得是时候继续神明了 他们随着渗入肺泡的血液进入了人体的循环系统 细胞因子紧随起后进入血液循环中 此时的血液就像一辆搭载肝胆的长途汽车 带着病毒来到了血管丰富的肝脏 肝脏是一个酒精沙场的老匠 他每天都在过滤血液中的毒素 分泌胆汁,并帮助小肠分解脂肪 肝脏具有强大的再生能力 哪怕损失了70% 也能在三到四周时间内恢复 但病毒的攻势前所未有的猛烈 就彻底涌入了自负的免疫细胞 因为在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中 他从来没有输给过病毒 他们火力全开 起初与病毒同堆一进 于是肝功能申告衰减 X被插上呼吸机躺在病床上 护士拿着他的血液报告 上面显示了安眉的含量异常的高 医生看了一眼说 是炎症风暴 病毒到达了肾脏 由肾小球和肾小管组成的肾单位 有200万个 肾小球是最先从血液中捕捉到冠状病毒的 在病毒和免疫细胞的双手攻击下 他们迅速失去功能 积累的毒素和急性肾衰竭 让肾脏成为第三个失效的大型器官 肾衰竭是致命的 要在非典期间出现急性肾损伤的患者中 91.7%的人最终死亡 医生在X腹泻出的粪便中检测出了病毒 他血液里的基盖蛋白指标 甚至达到了心肝病人的10倍 这是医生在SARS患者身体里都没有见过的异常 心脏和肠胃也摆下阵来 医生做了最后努力 甚至调来了全院为数不多的ECOM治疗椅 替代心脏和肺部的功能 但仍然没有挽救多器官的衰竭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 究竟是病毒还是免疫系统杀死了他 这就是新型冠状病毒 SARS coronavirus 2 病毒表面这些小皇冠一样的凸起 是一些三具的蛋白质 在这些三具蛋白下面 是这个病毒的包膜 这个膜并不是他自己的 而是从上一个被他感染的人类素质那里偷来的 包膜里包裹着蛋白质材质的一壳 和一小段RNA 病毒的直径大概是一个细胞的一百分之一 患者X也只是众多眼味消费者中 微不足道的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超随短的小时